在新北市议员宋明忠的努力争取改善之下 泰山大科坑西现在已经成为了民众休闲散步的后收宅 此外宋明忠有好消息要跟乡亲们分享 最近他也向市府争取要将河岸廊道延伸到黎明公园 这项重大的建设也获得了承诺 也就是说如果这项工程新建完成 未来将可以提供包括黎明还有山脚里的乡亲们 拥有一处生态丰富的休憩空间 在市议员宋明忠的争取 与立委红崩凯在中央协助下 新北市水利局将原本恶臭满是垃圾的混泥土河道 以生态工法改造成进自然河川 使溪流生态逐渐丰富 并搭配钢购木栈道成为当地休闲散步的好去处 宋明忠指出坚石桥至大科桥间的河岸休憩 缤纷浪道以及水域环境营造 让大科坑西成为静自然生态河岛 各类动物都能在这个棋地上好好生长 有效改善当地生活环境 整个衔接到山脚的步道一直衔接到黎明公园 总共会有1.5公里的长度 适合一个参观一个景观的一个步道 还有一个休闲的好地方 所以我们第二期我们会有 以侯市长跟水利局局长已经承诺 第二段我们再继续争取中央卜助 那将来在未来一两年以后 我们有一个1.5公里的长度的一个非常美丽的大科西一个景观的一个地点 宋明忠表示地方期许河岸廊道能延伸至大科路黎明公园处 约长1.5公里 他已向新北市政府争取新建并获得允诺 未来将可提供黎明里和山脚里乡亲一处生态丰富的休憩空间 记者胡宇轩泰山采访报道